此刻上关雅,面对视天魔源天罗龙雄王天衣无缝的合击,鱼记中仍旧充斥着张控全局的味道。 畜生,也想和本公主斗,哈哈,不堪一击。 幻音方落,虚影百丈身躯一旋,一股强横的威能便将轰来的锯锤击飞。 与此同时,他仿子般大小的左手,朝天罗龙雄王全力轰来的锯锤拍去。 呃,这个四女人势力好强的。 碰的一声,在震耳欲聋的巨响声里,天罗龙雄王怪叫一声,无法再握住锯锤,整个熊掌劈开肉绽,骨断筋蛇。 庞大的身躯更是被拿一掌鱼威直接掀飞。 尽管一掌先飞对方,但上官雅显然也有所震惊。 他自信方才那一掌,仅凭余威就可以毁灭普通时节成年期的熊类。 他倒是没想到,眼前这头熊居然还是个另类。 至于天罗龙雄王,更是亲身体会到,若非自己吞噬炼化了金翅大鹏的神力本源,在方才那一掌中,他恐怕早已命丧黄悬。 上官雅惊讶之余,虚颖右手一剑斩向了游黑巨棒。 使天魔元顿时被一剑劈飞十万掌,手中巨棒在只剩下骨骼的右掌中嗡嗡震铲,似乎要脱手而出。 上官雅仅仅只是倒退百杖便稳住身形,冷笑出声。 魔元,本公主以为你的右臂骨骼这一次会震碎,可是你很让本公主意外呀,未想到你的骨骼和那腰狮的骨骼一样坚硬,不过很可惜,你依然要死。 话音方罗,虚颖震碎虚空便朝使天魔元急速掠去。 浩万急速旋动之间,成百上千的万丈血色剑芒将使天魔元笼罩其中。 使天魔元发出了惨叫的哀嚎声,他挥舞举棒,尽管挡住了斩向要害的剑光,但他浑身上下仍旧再度平天上百道深壳见骨的伤口。 尤其是他的右脸被生生削掉了一块血肉,露出了乌黑的泉骨。 儿爹,你坚持住,大哥直接来包你。 还有我。 还有俺。 金龙神师不顾伤势,天炉龙熊王单手高举举锤,摩尔无动血淋淋的身躯,皆朝着使天魔元飞了过去。 同一时间,在四寿和上关亚的战场东方数百万里的虚空之处,亦有一场厮杀在进行。 鱼化镜七重的沈苏珍,靴子烟和拓拔盈盈,三人正在核战一名绿群女子。 绿群女子看似二十出头,衣着暴露,长裙薄如蝉翼,绿宝石般的果胸肚兜更是若阴若现。 她拥有一张不输沈苏珍的角色容颜,妩媚之色尽险,仿佛能够迷倒众生。 她正是上关亚的独女聂柔,如今已是羽化镜九重实力。 若谭云在此,定会认识此女,因为当年她还是神魂镜四重时,便在龙云宗与聂柔交过手。 当初谭云的实力还不如此女,也是从那时起,她从聂柔所持六天帝剑,踩到齐母是六天先帝转世来到天伐大陆。 此刻,聂柔手中那柄剑身雕刻六道璀璨星河的飞剑,便是六天先帝三大仙气之一的六天帝剑。 六天帝剑可是与上关亚手中的六天帝血剑齐名。 这时,苍穹中聂柔以一敌三,将拓拔盈盈三女,打得是节节败退,屡屡闲相还生。 三女中拓拔盈盈实力最强,但无奈她只是羽化镜七重,面对聂柔还是弱小了不少。 固然拓拔盈盈有越级挑战普通羽化大圆满的实力,可聂柔却有越级斩杀普通羽化镜大圆满的实力。 本少公主能看出来,你们三人越级挑战的实力很强大,可惜呀可惜,你们遇到了本少公主,只有死路一条,受死。 聂柔收起倾国倾城的笑容忽然自虚空间消失,下一瞬便出现在薛紫燕的上空,也不见她有任何动作。 九道七双圣雪的剑尼,蕴含不可侵犯的意味,宛若万丈先连绽放,带着军烈的虚空便斩向了沈素贞和薛紫燕。 见拓拔盈盈朝自己冲过来,语图施救,沈素贞连忙开口。 你先别管我,快救紫燕。 好,你小心。 拓拔盈盈穿梭在剑芒之中。 不斥一声,一道剑芒从天而降,将拓拔盈盈拦腰斩断。 就在这时,薛紫燕的右臂已经被斩碎,躲闪之中,又一道剑芒朝她当头劈下。 紫燕,你死定了。 聂柔咯咯笑着,忽然笑容便凝固在脸上。 她发现被自己一剑两断的拓拔盈盈,竟是上半身仍旧朝薛紫燕飙舍而去。 就在薛紫燕即将香消玉隐之时,拓拔盈盈的上半身忽然伸出玉手,将薛紫燕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。 紧接着,拓拔盈盈被斩断的下半身化作一道光束,与上半身附和在一处。 她除了面色苍白几分之外,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外伤。 书然,二女身后传来一道极力遏制的痛呼声,拓拔盈盈盈薛紫燕回首望去,但见沈苏珍腹部被斩伤,血流缠缠。 盈盈,还有生命之夜吗? 只有最后一滴了。 给沈姐姐。 给紫燕妹妹。 二女竟是一口同声要让对方先恢复。 沈苏珍神色坚定。 盈盈给紫燕,她比我伤势重。 好。 拓拔盈盈弹指尖,一滴生命之夜,并化作浓语生命气息的宝物,笼罩住了薛紫燕。 薛紫燕的右臂瞬间开始恢复。 苏珍,我们拖住她,给紫燕争取恢复的时间。 紫燕,她断一臂,姐夫宝生断她四致。 老渊,大快同摩尔天路东凶望。 你们撑住,我马上就来。 就在拓拔盈盈准备杀向孽燕之际, 谭云愤怒的声音传住了众人耳中。